列一下各位的画面 从这里我稍微跟各位解说一个小东西 首先在考试的时候 题目的叙述是用这个模式 左边是大项目 上面是形容这一个步骤要你做什么 中间是告诉你操作什么地方 下面是操作的内容 所以2013的题目其实 我认为在某个程度来讲 它是很清楚的 它就是大项目行为位置内容 所以老师们在真的考试的时候 特别是旁边有人协助 我们讲的不一定是陪你做 包括我们监考的人 其实你问监考的人那种小东西 我们都会回答 不会到完全不离离 还是会去回答说 老师这个就讲什么地方 那他说第二页 所以我就卷动我的画面到第二页 第二页有一个照片文章 与编辑的主笔 就是这两句 就这样子选 这样子选 把它选起来 选到这个没关系 但我记得考试不会 你就是选你的 把这个选起来之后 这一句啊 其实就只有一个动作 指令是开发人员的 这一颗 没了 他就是等一下我按下去 我这一题就做完了 所以13其实只是要各位选这两行 然后到开发人员 就你们刚刚属性的左上角这一颗 然后你看中文 这个我跟考试完全没有换 这我不敢换 因为这个功能一般也都很少用 他考这个我们就一定把它留给你 所以你只是点它一下而已 做完了 这就是13 然后你会有一个框框出来 代表结束的意思 就这样子 来 后面还你 13就这样而已哦 这就13的动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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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